今天是我养彩色蚕丝的第六天 到今天为止,蚕好多都开始慢慢变白了 它们刚出壳的时候,是黑色的,然后慢慢地长着就会变成灰色 虽然养了好几天,但想着下面还有霉孵化出来的 就一直没把里面的桑叶换了 感觉现在盒子都快装不下了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来给它清理一下吧 我清理的时候发现,下面纸片上的还有好多霉孵化出来 感觉这几天气温挺高的,应该能孵化出来 我又把它们放了回去 接着倒回刚才拿出来的残宝宝 然后就可以剪入桑叶了 因为现在残还小,叶子必须剪碎了喂它们 喂完残宝宝,我们接着来门外面弄一片嫩菊叶 然后来喂一下家里的柑橘凤叠幼虫 这只是几天前化涌的,现在还没破茧 这只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养的 现在已经这么大了,可能用不了多久 它就会褪皮变成绿色了 现在我们只要把嫩菊叶放进去 然后再把柑橘凤叠幼虫放在叶子上就可以了 持续更新中 然后再让我然后整个柑橘凤叶子上 然后再让我把柑橘凤叶子上